三奥和利打出的幻兽霸王拳有多强 皮糙肉厚的迪亚波罗没能扛住 只留下一颗金色的蛋 雷古洛斯终于为师傅阿鲁迪报了仇 另一边 泰加和托雷基亚的战斗 完全落入了下风 风马泰塔四两奥赶来 而泰加却不让他们帮忙 他要用自己坚定不移的精神 重新唤醒托雷基亚的奥特之心 最终泰加被打回初始形态 但他顾不得伤势告诉托雷基亚 他的名字是父亲泰罗与他的好友共同给予 代表着有拥抱太阳的勇气 托雷基亚陷入曾经的回忆 对于他们这些生来就自带光环的奥特曼 永远感受不到弱小的人 也想像他们一样万众瞩目 与此同时贝利亚疯狂挥舞手中的刀 但每一招都被杰德和泽塔轻松躲过 与亲儿子的战斗让他变得毫无章法 贝利亚黄昏还出言嘲讽 说他根本就不配使用它 气得贝利亚直接将它丢掉 贝利亚黄昏主动飞入泽塔手中 并把自身的力量借给泽塔 要让贝利亚见识一下她的厉害 进化成帝斯修姆天爪形态的泽塔 打出一招泽斯蒂姆死亡光线 直接将贝利亚重创 这时大孝子杰德走上前去认清 让贝利亚不要一错再错 而贝利亚一把推开杰德的手 告诉他他只是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同位体 不会承认自己有儿子 然后便落寞地离开暴雪星 塞罗一招就极爱梅利姆切割 将塔尔塔洛斯打成重伤 看着局势越来越不利 塔尔塔洛斯决定孤注一掷 拖着重伤之身来到高空之上 随即他浑身泛起金光 打出最强究极技极具爆裹 他要将奥特战士连同暴雪星全部摧毁 掩在光之国的奥特之腹 都能感受到这一击的恐怖 所有奥特战士全部抬头看向高空 如此强大的力量 他们根本挡不住 而且想逃也已经来不及 就在这时巨大化的奥特之王现身 他以同样强大的力量 与塔尔塔洛斯对拨 由于两股力量太过强大 让空间都产生裂缝 利布特为了救所有奥特曼 用强劲之网将他们护住 而自己则被吸进一条裂缝中 奥特信号也从银河救援基地消失